各位观众朋友们 继续2020年1月8号星期三 感谢你收看前进大趋势的节目 台北股市在上周五出现贷大量之后 连续4根的黑K棒 那我们在昨天影音跟踪时粉丝报告 我们认为这行情有机会反弹 台北股市今天是持续性的下跌 那这个下跌呢 其实跟早上的新闻是有关系的 因为伊朗有用这个导弹去射击 伊拉克在地的美军的基地 所以早上的一个道琼其实是呈现重挫 重挫了300多点 那在我们目前录影的时间点 道琼是收链的跌幅 目前大概跌100点左右 那摩台值也是呈现上涨的 那如果你昨天有看盘 观众朋友你会发现到 昨天的一个摩台的一个收盘 其实是上涨1.7大点 那我们讲的这个反弹的结构 有没有机会持续 今天的节目我们会详细的跟投资票报告 我们对于行情的看法 那在未来股市操作里面 其实你都会遇到这些突发的事件 跟新闻的干扰 那你要如何去从容应对 这些的一个波动 那到底是不是该卖股票 还是该买股票 你是需要工具来帮助你的 你可以看到 这次早上我在9点23分 给我们会员的讯息 我们提到台北股市早盘的一个盘中的工具 告诉我们 而维持在昨天会影音 我告诉会员的 卖盘已经降到了最近这个月 相对低的地方 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 其实在卖的一个意愿 市场普遍来讲的话是相对很低的 所以在我们发完讯息之后 加权指数开始往上拉 那一度是拉到盘上 那最后呢 加权指数是又慢慢的往下走 跟当充客有关系 我们认为有机会反弹 但是投资朋友 我并不是要你去抢反弹 而是要跟观众朋友讲 谈上来有些股票不太对的 你要懂得去调整 那有些在今年的一个成长性不错的公司 其实在今天或许出现了一些买点 那很多的投资朋友 即便在早上买了一些不错的股票 但是尾盘呢 选择去做当充把它充掉 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当充客你这样充来充去 最后是一场空 股票操作你还是蛮有本质的股票 你待会可以陆续去验证 我们这阵子跟大家谈的一些股票 那回到这个昨天跟大家谈的 反弹有些股票是要懂得去卖的 12月28号跟大家谈的这个 上升轨道的一个下缘的这个地方 那在支撑区来讲的话 我是不建议投资朋友去最扛股票了 有没有机会走出一波行情 其实从筹码面来看的话 是非常有机会的 我们跟大家报告一下 期权最新的筹码 今月跟全部月选择权 选择权最近这个月是跌到0.89 跌到1以下 那这个最大微信商量的支撑价 大概在11700点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点数大约100点左右 那今天早上其实就已经有来了 那今天的一个法人的一个期货的部位 都是做一个增加的 所以从筹码面来看 今天法人也没什么卖超 所以在今天的这个下跌 其实是很多的恐慌性的杀盘 再度杀出来 那在昨天的融资也是做减少的 今天没意外应该是减少 所以这一波的拉回投资费 其实我们没有看的这么悲观 但是还是在于个股的问题 12月28号我告诉投资朋友 贵买中心是比较有机会 因为贵买中心它正在走一个上升轨道 所以目前这个轨道来讲的话 它并没有跌破 那为什么会这么看 我们当时也是用筹码的角度 跟投资朋友分享 你可以看到这个特定法人的一个 一个期货 期货选择权的部位 它是持续性的减少 所以我跟观众朋友讲 接下来上市的股票 尤其在全值个股 你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法人对于上市指数的态度 是认为在上涨空间是不大的 全值股你要非常小心 所以我讲完之后 2317的鸿海 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机会去调整这个股票 在今天是跌破了这个 短期的平台区间 那你是我忠实粉丝 其实你会知道鸿海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谈过一个关键的价格 这个关键价格就是在87.8的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大量区 那这个大量区已经跌破了 这筹码是有形成一个套牢的情形 那包括如果你有来体验我影音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也会知道 为什么我们会跟大家讲 上市全值股你要非常的小心 所以投资朋友你可以去得到验证 为什么我们会跟大家分析说 贵买中心比就有机会 你去看这个逻辑通不通 目前的贵买中心的一个 虽然跌了一个4根黑黑棒 但是目前它还是在一个上升趋势里面 中期来讲我们还是跟大家讲 明年的成长个股震荡拉回找买点 那也就是在今年的成长个股 我们当时呢 用这个1月21号相关数据跟大家举案例 当时告诉投资朋友 1月21号台北股市跌到9319的弹升 在这个地方的多头股票加速超过空方 很多人在当时告诉你反弹到季线要放空 但是我是告诉你震荡拉回找买点 这是我们跟大家分析行情 我们用独家数据来告诉你 后面台北股市涨了这一段 那在去年的12月19号 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讲 个股震荡拉回找买点 而且我跟大家强调是个股 因为接下来指数空间我认为相对很有限 但是个股的部分有些族群是有机会的 12月19号会跟大家投资朋友报告就是说 因为当时多头股票的一个数量 它一样是超过空方的 那一直到了1月2号我们持续性 跟观众朋友做追踪 空头股票加速是持续性的破底 这个结构都还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情形之下 那到了1月3号才出现了一个急剧的变化 你可以看到在早上9点50分 我给会员朋友的讯息里面 系统股票的结构 多方股票在702加 空头股票加速在353加 也就是在当时盘中的部分 这结构还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到了收盘 你可以看得到 多方股票加速跟空方股票加速 它是呈现一个收窄 这个是在当天的一个盘中的道雄旗子重挫 美军去攻击这个伊朗的高阶将领 那造成了这股市的波动 当天出现一个重大变化 那我们在当天就盘中 待会没有出了一些股票 所以股票操作是需要盘中应变的 那我们就是这么带领会员朋友 1月4号是跟大家讲冲高随市卖股 而且我们是在1月2号就开始 陆续去调整一些股票 为什么我们会开始去调整股票 其实你有来体验影音音 你也会知道 4958的增顶1月2号告诉你已经出场 那为什么我们要跟大家讲增顶 因为我们节目上有跟大家 点名过这个股票 12月12号跟大家谈这个 4958的增顶 股价在140块以下 我们讲完之后也跟观众朋友讲 这是我们会员有布局的股票 会员朋友买到138跟136这附近 我们讲完之后隔天都要来到150 你都有机会调整 昨天出现重挫今天是继续跌 那这股票到底该如何操作 价值区间我们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如果你持有增顶的 你都可以加入我们LINE 战士13的金顶 这些股票都是我们在节目上 跟大家追踪产业看好的公司 那会员朋友布局在160这附近 到了12月12号 他攻上涨停板 当天节目我去告诉投资朋友 台积电概念股在当天有全面性喷出 我请你不要去追高 在隔天的13号就见高点开始往下杀 所以投资朋友订阅我频道有没有这个价值 那我在这个1月4号节目也跟观众朋友讲 这股票最近信用筹码面不好 我们会员朋友回来支撑区 我们是有去做一些布局 然后呢我们在1月3号去做出场 当时的抗讯都跟观众朋友讲了 那今天的金顶收盘在180这附近 其实他有往下跌 但是也跌不多 那这个就是产业有具备保护的作用 我们并没有看坏金顶 但是如何操作跟筹码面是有关系的 我们在1月4号是不是跟大家举案例 3665的帽连 这个地方我们把帽连卖掉 因为他的信用筹码面不好 来到压力区 他后面跌了这一段 那1月4号我告诉你 帽连的一个信用筹码面出现改善了 那你可以看得到今天的帽连 它是呈现创新高的 只要这个环境还适合偏多操作 你要找一些技术筹码面不错的公司 包括它的产业是向上的 那这些公司都会有机会创新高 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带会们的选股跟操作 那也要请投资朋友 一定要在YouTube这里点选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之后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们提醒什么股票 你第一时间就会知道了 那请永悦帮我按赞跟按分享 给老师一些帮助跟鼓励 那相信我们节目跟大家讲这个方向 跟大家讲这个趋势 都是会提出相关数据的 对投资朋友绝对有帮助 所以请你不要吝啬 帮我按赞跟分享影片 那我们节目上都有提醒大家一些独家的看法 12月18号假日节目 我告诉你同心店要并购胜利 很多人想要去追这个股票 但是在当天 我是告诉投资朋友 用2456起立心的案例 同样都是国际集团 起立心跟同心店都是用换股的方式 同心店去并购胜利 那起立心去并购梅雷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起立心是攻涨停 但是后面是爆量之后开始往下杀 那我是不是提醒投资朋友 礼拜一你千万不要去追同心店 所以我们当时跟大家讲完之后 礼拜一的同心店 它盘中是有触及涨停板的 你持有的你懂不懂得去调整 那你想买的我是跟大家讲 并购之后这产业当然是看好 但是股票容易先跌 跌下来你再去买进就好了 所以我们是有帮助投资朋友避开套牢 今天同心店早上最低到141.5 在今天你受不了去砍股票 因为你可能追在高点 但是今天会不会是一个买点 所以同心店这股票是我们投资主的公司 什么价格适合买 目标价如何去操作跟设定 只有同心店的邀请你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那现在我邀请投资朋友你可以先加入我LINE 我们ID是小老鼠的全TEC 现在如果行情反弹上来 哪些个股需要调整的 你都可以在LINE上面去做一个询问 你可以利用LINE的ID搜寻 或者是定格什么这个标签 加入之后你一定要传送帖 我们每周都会提供信用筹码有一月名单 很多人会认为说股票营收很好就去买 但是你可以看到宏杰科12月份的营收不错 这年证率有144% 但今天反而是中错了7.58% 所以我要跟口资票报告 股票操作技术筹码面 跟一个族群性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我们在10月28号的节目上 你是订阅频道的总史粉丝 我们当天是不是提醒你 PA三雄在这个地方 你不能够去做一个追高 当时告诉你3105的文贸 当时刚好见到最高点 来到343.5 在这里为什么要提醒文贸 也就是因为它的一个骨架的部分 在这里已经初步做一个反应的动作 所以我们讲完之后 这个文贸开始呈现一个重挫 那这整个族群性 无论是文贸 或者是红杰科 或者是全新都呈现拉回 价值区间相对偏低的地方 你去买 这样容易让你赚钱 但是大多数的投资朋友都是 涨上去怕赚不到往上追高 我骂当然我们没有看坏 因为我们本来就看好 5G产业在今年的发酵 今天是跌破了平台区间 那跌下去在哪个价值区间 适合去买这些股票 都邀请投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LINE 这些个股其实我们都有提醒过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系统 到目前为止 最近这个月到一季到半年 去买这股票的是通通套牢没有赚钱的 那这阵子他的信用筹码面 其实也没有改善 所以相对上这样的股票 我并不会待会没有去买 那到什么价格适合去买 如何操作 都邀请投资朋友可以加入我LINE 那像同族群的2455的全新 我们跟大家讲就是一个族群性 信用筹码面也都是不好的 所以为什么这些股票会跌 那8086的红杰克 观众朋友这个都是因为筹码面的一个问题 这个从系统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他的信用筹码面是不是有问题 都是绿色的 包括一个族群性6274的一个 排药 这个也都是前阵子外市有买很多 但是呢 在这里已经跌破了这些大量区了 包括像6213的连帽 这些你是我赖了好的朋友 你都会知道这些股票 前阵子信用筹码面是不是非常的不好 那这些股票一个族群性的下跌 所以营收再好 族群性在下跌的时候 你都要非常的小心 所以邀请投资朋友 有个股的问题谈上要不要处理 你都可以加入我LINE 所以你要懂得调整股票 换到正确的股票 才能够帮助你反败为胜 那你是我LINE好的朋友 12月15号我们当时 我准备了三个彩蛋的股票 我们看好三档股票 后续跟大家验证这些公司 美绿 台虹跟昂宝 那如果你去买这些股票 到现在台北股是中错 这些股票都还是让你赚钱的 4947的昂宝 涨停榜我们没有追 我们是拉回203这附近去做买进 12月19号 昂宝后面创新高 12月26号这个地方做出场 这股票到昨天都是非常强势 今天是停牌 因为有并购的消息 所以这些股票为什么这么强势 跟大盘走势是不一样 包括像2439的美绿 会员朋友布局在156到158的之间 后面拉涨到创新高176 那最近做的一个整理 今天是在162这附近 你持有美绿的 你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因为这些股票是我们熟悉的 那技术从往面来讲的话 都还是非常的不错 最后一个彩蛋的股票 我们在12月24号跟大家讲 会员朋友买在这个地方 那后续跟大家公开的股票 是8039的台虹 12月28号 那这个是不是多方三四件的族群 5G苹果手机 那台虹的股票1月2号创高50.8 台北股市最近跌了400点 到今天的台虹 它是持续性的拉尾盘 收盘是51块2 所以这些股票的走势 为什么跟大阪不一样 你会需要专业跟系统化方式 帮你选择 因为股票的数量这么多 那产业我们认为有机会在第一季 表现不错了 在多方三四件 有兴趣看我12月7号的节目 那你可以像我们会员一样 每周会有两集的会影音 我们里面谈的讯息都是独家的 包括我们买性的持股 每天会做追踪 那投资组合 每周假日会准备给会员 盘中去世分析 我们会提供给会员朋友大数据 以及符合我们系统的股票 这些资讯 会员朋友都是跟我们同步的 在我们会员专区里面登录 都可以看得到 11月28号月底的时候 告诉会员朋友资金流入被动元件 当时的齐立新的股价 在会员应跟会员朋友讲的时候 在100块附近 我们提到有拉回100块这附近 都可以考虑去买进 齐立新到这个上周的部分 最高来到这个141.5 那当时我讲了三档股票 齐立新 包括像国具 当时股价在335 那另外一档是3042经济 这些股票后面是呈现波段大涨 最近一些消息又把它打回来 那如果说你是我会员 这些股票的问题 你就可以在在上面做一个询问 1月6号会员朋友询问到这个国具增资 发行这个海外性脱贫证是什么东西 我提到增资会膨胀股本 会产生套利行为 所以我建议会员朋友 如果你还持有国具的话 应该去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所以1月6号其实都有机会去调整的股票 而不是在中错的时候去捞底 今天的国具是继续跌的 那包括会员朋友在12月20号问的群联也是一样 在这个地方会员朋友问到群联可不可以买 我们提到307.5以下可以去买进 然后停损45% 这是在收盘之前问的 当天其实都有机会去买群联 因为当天的收盘是307 那在礼拜一的群联开始跳空大涨 到1月2号的群联抽盘是358 那为什么会员朋友会去问群联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投资组合的公司 那这股票的目标价满足了没有 这些股票走势是不是跟大盘不太一样 所以观众朋友还是在于个股的选择 所以反弹上来哪些股票需要调整的 那该换到什么股票 我邀请投资朋友 你可以在看影片下方这里点选箭头 下面会申请表连结 点选连结右边表单帮我们正确填写 送出资料 你可以体验我们最新的会影音 那持股解析我们会用系统帮你看一档股票 请投资朋友把资料正确做填写 那你也可以直接来电 我们公司电话是02-8101-0630 02-8101-0630 感谢你的收看 祝您操盘顺利 谢谢